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7月27號,禮拜六 今天最低氣溫27度,最高31度 天文台在上午9點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今天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 初次與小時候頗大,吹和換至清靜的南至西南風 初次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 哇,是,昨天這個動漫節開羅了 流馬車再次打人襲擊 打到別人的臉花光,再次被捕 唉,真是 怎麽辦呢? 放一次出來,拘捕一次 控制不了自己 稍後再說多一點吧 流馬車有攻擊性 另外,這個傷屍夫婦命案 兒子去臉房認屍 網上有些聲音 不能表達事實 但是也想討論一下 有人稱呼,他估計說兩人 其實 搞到這麼嚴重之前沒有異樣 即是兒子一起住,三個 但現在這麼嚴重 搞完之後,兒子 就成計了 那兒子有沒有可疑呢? 其實這些真的要警方查清楚 那麼我們很少的資料 很難說到真相 真相連法醫的驗屍報告都還沒出來 我們就不應該網下判斷 但是看到很多的報紙 就走到那個臉房拍照 拍照他的 家人,拍照他的兒子 拍照得很清楚的兒子的樣子 另外一位 這個好像是停職警員 竟然竟然去偷內地客的背包 被捕 做警察 為何會這樣做呢? 是不是貪心了小許呢? 等一下再研究一下 你什麼事情 好,阿sir 詳細新聞內容 隔尾颱風轉弱 周末有驟雨,你也看到的 現在好像黃雨 非東再營低氣壓 菲律賓東部再有 我回來香港 真的很周身不舒服 他近海 就是一個地方的最南部 我去其他地方 沒有這種感覺 在大阪 在南韓 那些感覺沒有那麼冤 如果你們有風濕的話 香港應該也挺濕的 那種感覺 但是很有趣 香港也是全世界人口最長命的 真的很厲害 那些醫療好 雕主一條命 大家自己好好小心 這個情況 另外看到 巴黎 奧運的開幕 又說到恐襲 我們世界新聞會多說一些 很厲害 很厲害 Celine Dion 之前不是說有那個 佔東人症嗎? 有些怪病 出來唱歌 真的沒事了 好起來 唱一首 但說真的 演唱會就搞不到了 那麼多歌 唱演唱會 這些Gaga 也有份開幕 今屆那個也挺厲害 在巴黎 你看到整件事好像很高貴 一點都不高貴 昨天看新聞 說說已經有兩個旅遊客被人性侵 其中一個是輪奸 被五個非裔男子輪奸 澳洲女子 說他穿上衣服 也沒有穿 逃走的時候穿上衣服 最恐怖的是那個兇徒是 他追到一間燒烤店裡 然後裝沒事 接著那些職員想制服那個 那個強姦犯 是輪奸的五個 但有一個走去想捉那個女子 接著就被那個男人走了 至今沒有人被捕 這個是最嚴重的 金玉其外敗水其中 為什麼治安搞得這麼差呢 沒有天眼的 為什麼捉不到人 五個非洲男人 非裔男人 捉不到人 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因為法國其實也說 接下來有九成人口都變成有食人種 因為法國是很多 你看法國足球就知道了 麥巴比也是黑人 這個奧運就開始了 開羅了 很多電視節目都會改 香港的飲食業 打算直播奧運比賽 增加人流 看什麼比賽 關香港的事都會看 都會看 但是你說 希望可以增加人流 那些人會不會看奧運不出街呢 看看他是不是這麼熱愛運動 連連都是那些 突然間出了一個體操王子 中國的跳水也是超級厲害的 超級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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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大家喜歡什麼項目 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 那些奧運都播不完 但每年都真的挺好看的 奧運最主要來說 就是讓人類的鬥爭變成競技 但是經常拿幾支炮航著別人 我昨天看中俄又說 空軍飛去哪個邊境 很多國與國之間的演武 應該看看體育精神 人類要踏入文明的時代 不要搞這麼多這些紛爭、打鬥 你炸我炸你 我覺得是很討厭的 人類這種過性 就是紛爭 議員對立 跟你有衝突 不是視乎是非 這個世界也是有中間的 可以和的 好 說說動漫節 他說COSA進去要多付20元 攝影師進去要多付80元 有人上網說 20元也付不起 你別玩了 COSPAY 有人這樣說 兩看吧 普通人又不用付錢嗎 正常來說 如果你COSA進去 有一個 漂亮的 就是高階的COSPAY 高階的穿動漫衣 應該是我說的 就不用付錢就最好了 你有誠意嘛 喂 粉飾你這個場地而已 這麼漂亮的COSA 這麼漂亮的扮演角色 正常來說 就不用付錢 我們在日本 大阪 日本橋 那個COSPAY 整條街 整條尼敦道 整條尼敦道 這麼長 擺滿了 那些美女 帥仔 不過現在就這樣立眼看 香港的美女是比較漂亮的 是真的 香港人的樣子比日本人更漂亮 日本人有一部份漂亮 也漂亮 但是香港人看上去 有很多日本很不漂亮的 穿得很性感 想駁人看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什麼情況 你說農友要付80元 工具和全日報 不同人有不同玩法 給多些錢也應該 但是你說 那些COSPAY這麼漂亮 對 正常來說 以前的女生都免費 為什麼呢? 因為多女人 就是多人 這些就是 這些多美女、美女 玩COSPAY 就是多些人 覺得牆壁比較厲害 好了 裡面有一個小插曲 就是流馬車襲擊 哎 打一個16歲的少年 16歲的人好像都是Youtuber 一開羅即搞事 流馬車 搬名劉俊軒 昨天下午在會場 傷人 有網上照片顯示 流馬車情緒激動 不時指著拍片者大醜大醜 旁邊有保安多次嘗試勸了 最後是 趕了她出場 但其實這些如果這樣襲擊人 最好的做法 是應該 阻止她 然後讓警察拘捕 這是正常的手法 你打到人 現在整個臉都花了 打到人 下午5時半 就是會展發生的 懷疑因金錢問題爭執 襲擊一名16歲少年 警方以襲擊 致造成身體傷害被捕 拘捕了流馬車 雨襲少年面部頭部受傷 清醒送去勒敦寺醫院救治 這些事情 就是情緒失控 喂 金錢問題也不用打人 金錢問題是最小事 每個人都有金錢問題 這些金錢問題 但是家人給家用沒有金錢問題嗎 是不是 不是用暴力解決的 你只用嘴巴 或者是民事 用暴力解決就變成刑事 就被捕 是不是 還有上網看 看到流馬車出來 一段時間不出片 我看過她的一段影片 買一雙上班鞋 上班 然後不斷罵她的父親 她的父親說 什麼潑他冷水 什麼什麼 然後又說她自己 小時候 媽媽是什麼 大陸女人 一家人走了 什麼什麼 丟下她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 這個香港 如果說自己的童年 拿來這樣說什麼 然後因為這樣 所以現在自己 怎樣怎樣 這些是 這些是浪費的 喂 很多成功人士的童年 都沒有什麼好肉 如果我要 焦點去說 我小時候怎樣怎樣 現在我這樣 就很... 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你自己編的 劇本是 入氣太深了 是啊 其實答案只不過 現在好像什麼都做不到 流馬車 然後就怪自己童年怎樣怎樣 我說回自己的童年怎樣怎樣怎樣 如果我跟你現在一樣的處境 我一樣 一樣是好像... 因為我小時候 現在所以怎樣怎樣 只要我小時候因為這樣 我現在就發達了 這樣就更厲害 對不對 關什麼小時候的事 多少人 偷渡游泳來香港 發達的那些都有 對不對 又怪過世界 又打仗 不可以這樣做人 這個... 這個... 最後要... 怎樣去寫自己的人生呢 是... 最重要的 不是我寫到... 同一個因可以不同的果 這個不能說回頭 是啊... 有時候看到她的影片 發表的偉論 都是很深奧的 看到她 那麼... 祝她好運 還有... 看看... 研究一下究竟... 為什麼... 轉頭又走進去 又要... 剛剛才坐完牢 就不久了 那麼... 這個香港政府要... 我想... 我不知道那個人為什麼 應該會被她打的 大家是認識的 是不是金錢糾紛 如果金錢糾紛 如果金錢糾紛 就少了錢 就很糟糕了 那麼... 你們再好好研究一下 如何維護香港的治安 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好... 另外... 保障市民的生命安全 就是警察 對吧 有一位停職的警員 在九龍灣酒店大堂 偷背囊 內地男子報警 就抓了這個警察 他也是停職的 停職還沒解僱 還是警察 對吧 疑犯今天提堂 一名被停職警員 涉在九龍灣酒店偷背囊被捕 已被暫控一項盜竊罪 在今天上午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據了解 疑犯本身隸屬大埔警區 早前因涉其他事件而被停職 好像之前也聽過有個大報警區 之前應該已經報過了 話說上個星期 21日 21日 有個21歲的內地男子報警 他在九龍灣弘光 道 酒店大堂 不見了一個背囊 懷疑被偷了 裡面有4,800元的平板電腦 有700元的手提電話 700元 什麼手提電話 兩個 價值300元的旅行插頭 整個背囊都不見了 在7月25日上水區 拘捕了31歲本地男子 在委庭職警 交由重案組跟進 重案組做這麼小的事情嗎? 順手牽揚 要出到重案組 昨天就以盜竊罪拘捕他 哦 25日起了失物 25日起了失物 隔一天後就拘捕他 警方證實被捕男子 唯一名被停職警務人員 強調警隊非常重視人員操守 任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 警隊絕不容忍和姑息 定必嚴正處理 好啊 好啊好啊 做得好啊 就這樣吧 另外說一說 有對夫婦是醫管局的 當時在超級市場偷食物 罪名成立的 不服昨天開庭上訴 上訴 聽他們說什麼 當時還沒付錢 有23件貨品 不是兩件 不是三件 而是23件 有西瓜 日本哈密瓜 日本雞胸 還有海膽 原審法官裁決時表示 不相信當時他們因為分心 沒有將涉案貨品放上收銀機掃描 以作付款 認為他們深知肚明 需要將涉案的貨品掃描 裁定兩人是罪名成立的 各罰款五千元 這些是留案底的 當時法官表明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這樣嗎? 真是名鏡高原 名鏡高堂 上訴方 在昨天說 主要爭議在於 兩名上訴人有沒有遭執法人員 威逼利誘先招認一事 原判裁判官未有處理相關疑點 犯上重大法律錯誤 因而英國判上訴人上訴得直 警察有將他們威逼利誘嗎? 不知道 要找那個警察和他下口供的人才知道 斷得很棒 我不知道這些算是威逼利誘嗎 我只是告訴你 威逼利誘是 他好像說你要承認 我記得是類似的 遲些有結果再告訴大家 內地團下來香港集體食物中毒 兩天超過二千旅客 去金港匯用餐 但也有不少人 便便磨嘔 涉案兩男三女 十四個小時後便磨嘔肚痛 兩宗加起來十三人受影響 第一宗有五男三女 吃完之後便磨嘔肚痛 為何旁邊有些人沒事呢? 都說消化系統 祝福他們 畢竟都下來香港玩 有一個好的經驗 很難說 在泰國那時候 吃粟米也出事 吃粟米在街邊 很熟悉的 然後便進入醫院 另外說說什麼呢? 說說那件 父母 自殺和謀殺 傷屍命案 親友到臉房 辦理認屍手續 有些網友質疑 有沒有問問兒子 這些 如果有什麼事 報紙便會說 很多報紙拍照 他兒子認屍 兒子早就出去 當時口供說 父母也沒有異樣 沒有異樣 為何會 他媽媽又死了 他爸爸又死了 房子又燒了 據了解 從事玩具生意的男戶主 因為生意近年沒有起色 加上妻子叫離婚 要求婚身家 不排除因而壓力爆煲 在單位中中火企圖一窩熟 留下的遺書也說要報復妻子 是 你明白的 這方面明白的 男人工作辛苦 外面已經找不到吃 你還說要離開他 還說要跟他分身家 真的令人的壓力很大 這個也看到的 那究竟 裡面內裡有沒有文章 那就要等警方去撤查一下 那些不是事實的 又無謂 有些人說有可疑 為什麼呢 他們的想法就是 兩個人都走了 最後那些錢去誰呢 就有利益的東西在 但是 有時候也未必是這樣的 做人很衝動 以一個 雙殺 殺完你再自殺的一個行為 都沒有想到錢不錢的東西 其實錢不錢 生命 你有生命就要用錢 你沒有生命 什麼都不用 我們要這麼多錢 照顧我們的肉身 吃好的 住好的 穿好的 玩好的 全部是肉身的問題 所以有錢和沒有錢 你收到內在的 新心靈 根本上有沒有錢都是一樣 那就這樣吧 另外再說一下 灣仔住宅廚房搶火 戶主手和臉都燒雙送丸 昨晚8點 哇 真的 玩什麼拋鑊 做一些酒下去 為什麼會這樣 在家裡燒到起火 沒有煙 我們上斗鑊 有看過 拿一個鍋蓋住 不要理會他 是的 拿一個鍋蓋住 不要理會他 一段時間 關火 最重要就是 有時候真的一發不可收拾 怕你上來 拿著到處的東西 最麻煩的是 你爐頭附近有東西在 火的力量 不是你看到的 你看不到也有力量的 火是能量來的 你看到橙色那塊就是火 但是周邊那塊有熱量 只不過他還沒有去到火的熱力 才沒有顏色 周邊有很多吵架的東西 辣著了 燒到你 根本上是收不到火的 是的 所以風水殼 灶頭和水 廁所都是很重要的 灶頭尤其是 多少生死大關 就在電器和火上來 另外沙田咬村 洗碗碟機失火 南亞裔三婦女 不惜送院 四隻鸚鵬 就死了 焗死了 洗碗碟機也是這樣搞的 很難說的 不知道他用什麼洗碗碟機 家裡 我家裡也用洗碗碟機 他說電線短路引起火警 事件是沒有可疑的 是啊 時間長,擺得很久 有時候的東西 煤了 電線等等 有舊 全屋一起用電 有冷氣等等 負荷大 我那天 我朋友弄壞拖板 一聲 然後手指電到焦了 也有 看到很危險 電器的東西 看看一個人有沒有安全意識 昨天我老爸說 我妹妹沒有安全意識 說我有 有些人說 你是不是很怕搭飛機 問我 我含著東西跟他說話 我說 你跟他說話 我都怕吞傷 你知道嗎 安全意識 不只是說搭飛機 不只是說走路 怕石頭撲傷 在任何時候 那種察覺性 那種警覺 這個是 你看佛經 這個是有福的 這個是有福的 因為不會無厘頭這樣 有些人是無厘頭死的 你自己多看一些報紙就知道 沒有安全意識 很多很多很多 很慘的意外 都是這樣走路 你的安全意識 不是說 你突然對某一件事特別危險 你對每一件事都有那個感受 好像蜘蛛盒一樣 你突然想 有一個突發的事情 你就會察覺到危險性 好像之前 有很多沒有拉手掣 讓自己的車滾死 那些其實都是這樣 我安全意識 但是已經大到 車子我也不敢開 哈哈 整件事都離譜了 那就這樣吧 看看你們有沒有 沒有啦 有比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的 順著走路 有時候的事情是萬般帶不走 另外 網絡唱淺 為名 騙錢 近兩個星期有八宗 落搭 損失五百萬 這麼好賺嗎? 還需要做嗎? 哇 能否拘捕到人才是最重要的 網上騙案層出不窮 執法部門近期接獲很多宗 執法部門 現在有超過五百萬的騙款 網上騙案 建議那些人去銀行 或者信譽良好的持牌 找換店 香港有這樣的事情 我在馬來西亞也是換錢 去找換店 因為馬來西亞按錢被人 偷了他的卡 拿回來 不過銀行給我 那些錢 不過搞了一段時間 又要去警察局 又這樣又那樣 只是聽電話聽了很多小時 唉,真的 小心點 但人家馬來西亞也沒事 大馬也沒事 香港人家可以搞這麼多騙案 很聰明 人家聰明 人家平均聰明 罪犯更聰明 另外先看看 什麼 阿婆迫讓關愛了 還說年輕人也瘋了 港男一句KO 什麼事 什麼事 讓座是美得 但不是應份 又有港男在網上表示 那 這件事 讓座是美得 但不是應份 我知道很多香港人都是這樣 我沒有所謂 你想坐 你夠不夠六五歲 我都讓你坐 我可以站著 我現在坐著 坐著 我坐著一整天 站著我又不覺得很辛苦 我又可以站著一整天 我真的可以站著一整天 以前在 置地廣場 做那些LOV 庫尺 保安幫人拉門 我真的站著一天 我不覺得累 我不知為什麼那些年輕人都讓座 讓座讓得這麼辛苦 我覺得那些年輕人 新一代 你練一下雙腳才行 你站得多你會有益 但是 讓座是美得 但不是應份 在網上很多人認同 真的增強一下自己的體魄 好像比較好 有時候在地鐵裡練習一下二字鉗羊馬 練習平衡 對 但是有五父野練習平衡 擺一個二字鉗羊馬的詠春莊 是吧 那些時間來練功 但是有網上的男子 港男就表示 很累 乘搭東鐵 坐了關外座 有個婆婆看到這樣 現在的年輕人都瘋了 看到婆婆也不懂得讓位 劉主於是起來 就跟對方說 你想坐著就直接有禮貌跟我說 不要說一些令人不舒服的說話 你現在是不是要坐 婆婆想不到 會被反擊 最終就不好意思走開 其實婆婆也不需要坐 這些就是觀念與角度 為什麼呢 婆婆這麼有需要的時候 別人讓你坐著 又覺得沒面子 就是要求氣 對吧 我在日本 有些人說 日本不要讓座了嗎 我不管 這是我的個人操手 我不知道你的國家的文化如何 就看到一個婆婆 就讓座給她 她沒有叫我讓座 就讓座給她 她沒有叫我讓座讓座 那婆婆都不停在座 臨走的時候 都對著你90度 那座 我也喜歡掛工 雖然有人說 日本這個地方很假 但是我覺得真的充滿愛 哈哈哈哈 擺門也要 禮貌的東西就是擺門而已 那婆婆 你不用說別人瘋的 對 那 可能看不到 有時候也會看不到 有時候也會看不到 因為婆婆在旁邊 沒有關注 看著手機也看不到 不用說什麼瘋不瘋的 對 香港人很喜歡讓人說話 小事就沒事了 大事你聽到不開心 然後就打架了 對不對 一人小句 齊見和諧的香港 今天新聞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